Hello大家好我是王靖凯 哇 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飞的心啊笔心啊 就要匆匆地往上走 你看你看 哎呦你们看到这个我们的网络的评论啊 对 靖凯 喜欢什么 最后还可以看到 给你们的留言 对 大家可以看到的是实时留言哦 这是此时此刻的 我们同步在播出的留言 嗯 说你们的歌好听 对特别好听 那靖凯我不知道 因为你跟这两位大哥年龄还是有一段的距离啊 老中青嘛 哈哈哈 你唱这个歌的时候 这种什么样的感情 觉得它难把握吗 嗯 可能 对于我来讲 可能没有经历过像余老师说的那种 父母的情节 嗯 但是对于我来讲的话 我能感受得到 这首这里面的一些 就是一些歌词 给我可能这一代人的一个感受 就真的是 嗯 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 嗯 但是就是 可能在小时候的时候 可能并没有 像就是 别人家的孩子 比如说别人家的孩子 比如说别人家的孩子 有什么就是要什么 可能对于我 我来讲的话 其实也就是 父母可能给到我的关爱特别多 但是对于我来讲 已经够了 就是足够我 就是在那个年纪 得到的所有的东西了 所以对我来讲 把握这首歌 可能是一个新的一个角度 嗯 但其实也能够感受到 容后哥 对于这首歌的感情 因为这首歌本身它就是一个很感 很有感情的旋律 加上它的歌词铺垫 已经足够让大家感受得到了 所以你看 这首歌真的 就叫贯穿 是吧 打穿了几代人的这种情感的这种触点 触发点 其实就是我平时观察到了我们这代人 包括我上一代人 包括我下一代人 对父母的那种 其实我觉得可能跟我们的传统有关系 我们都比较腼 嗯 就是孩子也比较腼 就是父母也都比较腼 表达都很含蓄 对对就不会轻易跟你说我爱你 或一个拥抱 或是这样就很奇怪 既然是含蓄的表达 我们就不如通过这首歌吧 你们在这个一年又一年的演播时 容后 你们三位能不能给我们再现一下 选择一小段 一小段 唱副歌吗 就唱副歌 好 你们现在在耳麦里 都能听到伴奏吧 哦 没有 这个不是伴奏的 现在耳麦里是一个 不用一个老师放的音乐 不用弹了 现在清唱就好了 我们就清唱吧 清唱吧 好嘞 哦 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 足够我在这年代奔波 足够我生活 年少的心狂不能用来挥霍 也曾像朋友一样和我诉说 哦 爸爸妈妈总说 心里的坎坷 是度过清晨的快乐 这时候这个季节又想起了 这首歌 哦 真真美 真的 清唱也真美 静凯 你呢 在过去一年 你觉得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过去一年的话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 算是 开了第一场个人演唱会吧 哦 是 人生中第一场的演唱会 但其实因为 刚刚开始出道的时候 其实这也算是我一个人生中的一个梦想 嗯 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梦想 就是刚出 就是出道了 出道的时候就有这个梦想 就 的梦想就是要开一场自己的演唱会 那你说如果一个人能够开了自己的独唱的演唱会 对于一个歌手意味着什么呀 我觉得意味着一个梦想的起点吧 就是一个新的一个阶段了 嗯 就当你开了第一场之后 你就会想 我下一场 要以什么样的方式 或者说我要投入更多的什么情感 或者给大家 一个更大的 一样的什么一个惊喜 就会有更高的 不只是要开一场个人演唱会 现在想好了吗 这个更高的目标和梦想 嗯 嗯 还在想 还在想 我还在想好 他已经有了 但是可能不好意思说 其实他找到了新的一个起点 嗯 站在新的起点上 可能才能够跑起来 是是是 但实际上 我觉得俊凯特别动人的地方 就是他勇于开拓自己 嗯 我其实在很多很多的节目当中 会发现 你一直在试图打破自己 你有这种意图吗 主动意图 就是去尝试不同的曲风 去尝试不同的创作 包括乐器 其实会有 会想吧 因为 嗯 我觉得如果老师在做自己熟悉的事情 会 我会 做多了 会做久了 会觉得有点无聊 嗯 或者说有点腻 所以说老老会去做一些 嗯 想着会去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 看一下适不适合 或者 尝试之后 看看也没有兴趣 然后继续深入的去学习 这样 但是这个对艺人来说 是有风险的 是吧 你很熟悉的领域 大家喜欢你 可能是因为这个 嗯 你去尝试一个新鲜的领域 万一 你刚来的粉丝不是很喜欢 那怎么办 所以就两边都捞着 哈哈哈哈 很聪明 最想问俊凯的就是 大家很多人都是看着你长大 嗯 因为从你十三四岁就开始看着你 一步步走到这个 演艺的事业上面 那成长对于你来说 你害怕吗 你害怕长大吗 嗯 其实我 最开始的时候还是 就是很期待长大 嗯 因为其实每个小孩子都希望长大后 是就很期待自己长大后 是什么样子 但其实我觉得成长对于我来讲的话 可能对于我自己的定义 跟大家的定义不太一样 可能大家因为是从小 就是我们从小到小 到大都是他们看在眼里的 所以他们对于我们的理解 可能是一种 就是很温暖的 就是对我们很照顾那样的情绪 可能对于我自己来讲的话 我是更想去往一个 独立的一个方向去考量自己 就真的是长大了 就是要做一些属于自己 应该做的 或者说一些自己做了 就要担当起这些事情的一个责任 嗯 其实他是渴望长大的 就渴望他的翅膀 能够坚硬起来的 祝福你特别好 谢谢 谢谢 祝福你们三位 用你们的方式给大家打打气 好 好 来来来 可能对于我这一代人来说呢 可能 这算是一个我们 就是刚刚经历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 嗯 一个事件吧 可能03年的一会儿我们太小了 所以我们并没有意识到 这件事情给我们带来的严重性 那其实在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我们正在努力 我也希望 嗯 能看着我们的所有的 电视机前的所有人 我们都能够齐心协力去对抗 这样一个困难 也非常感谢所有的医护人员 对于我们这次世界的一个帮助 也非常辛苦 在这里也是希望他们 在帮忙的同时也能够照顾好自己 然后身体健康 然后我们一起把这个病毒战胜之后 再开始我们新的生活 说得真好 真的要谢谢他们 说得真的特别好 就是医护人员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就是先保护好自己 才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谢谢这三个演员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除了带给我们那么精彩的演唱之外 还给我们这么多暖心的贴心的爱 谢谢你们 也希望爱能一直陪伴你们 谢谢 在今天我们整个节目过程当中 我们一边是看春晚 然后和你们像这样的春晚演员 一起来聊天 其实另外一方面 在我们的节目贯穿史中 我们一直也在关注武汉 关注他们对这场疫情的防控 我们也在实时更新相关的数据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方面的消息好不好 好吗